字幕志愿者 另外还要告诉您的是 瑞德西韦的第三次临床试验 现在传说好消息 成功而且有效 如果是真的吗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接下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药理学教授 潘怀宗教授 大家好 要请到生物老师潘彦宏老师 阿官 大家好 以及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要请到经济学者吴嘉隆教授 大家好 以及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我要带您来看疫情的最新数字 全球的疫情似乎慢慢有趋缓的迹象 确诊数目前是3220847 也突破了300万 同时死亡数也有22万8239例 但美国虽然严峻并没有出现 再出现爆发性的数字 美国的数字是106万4572例 6万1669死 所以重启经济各界都在期待 好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仍然是429 因为好像其实台湾已经是连续5天 零确诊了 所以在今天大家说是奥运日 因为5个圈圈 5个零 奥运日实现了 今天没有新增兵力 马上要放五一廉价了 大家又比较放心一点 好我们不过回头来看 在各界关注的金正恩生死之谜 每天都有爆炸性的新闻 在今天爆炸性的新闻是 我们先来看 今天传出金正恩 这是美国媒体说的 金正恩脑出血 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了 军政大权交给叔叔和他妹妹 另外也谈到了 从卫星照片再度拍到了 他的专属列车行踪 但为什么这列车一直停在这里 搞不清楚 而中朝边境现在很紧张 中朝边境紧张 传来大批的重型军武运往丹东方向 而中国居民自己也讲 确实很紧张 整条路都封了 连黑龙江也封省了 所以我们来看教授惊爆 教授说中朝边境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说不定真的要引爆战争了 我们来看吴家龙教授所po的文 他说中共和北韩爆发边境搏火 中方的特种部队被打死了800多人 而根据中国大陆人士传达海外的消息 金正恩已经去世了 北韩于是扣押了中共中联部长宋涛所率领的医疗团队 50多人把这些人当作人职 高度怀疑这个团队有不良动机 那教授很爆炸 所以北韩扣押了中国医疗团队的人 就是中朝边界的确有事 中朝边界确实挺大 对 然后确实有大规模的重装被 那个往那边运送 这是有被拍到影片 这个大概是这个大概可以确认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要追踪一下就是 最近那个捷克参议院议长 克加洛就是去世的事情 被爆出来是因为他参加了 中国大使馆招待的晚宴以后 三天后 因为心机急性心机梗塞而去世 然后他包包里面翻出来的信 包括他告诉他的妻子 不要再去吃中国的食物跟饮料 他怀疑是在跟中国见面的时候 中国大使馆那边见面的时候 那个被下毒了 有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假定真的有这种技术的话 他是被下毒三天后身亡 也就是说这种下毒是慢性下毒 不是当场死掉 是慢性下毒 几天后花作 那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的话 假定这个技术真的可以应用的话 显然不会只应用在他一个人身上 金正恩是急性心机梗塞 然后这种急性心机梗塞的话 很可能也是被下毒 而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们是假设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个下毒的命令 一定是习近平亲自做的 不可能有别人可以做这个指令 那换句话说 如果金正恩是被下毒 有可能被北韩发现 习近平怕被发现 所以一度传说派重兵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可能有更具体的内容 就是这个团队被北韩怀疑 因为你可能是来抢救 你也可能是来灭积的 你说宋涛的医疗团队 301团队 所以北韩怀疑他的动机 所以听说是把他扣留 所以陈破空教授才会说 301医疗团队已经被扣押了 对 就是说301这个医师 心血管方面的医师 其实也是在为中共的高官来服务的 水平应该是不错的 所以紧急过去 但是说不定也有可能是去检验成果的 如果真的是下毒的话 说不定去灭积的都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北韩怀疑这个团队 现在听说是扣留 扣留之后 听说习近平就准备派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跟一般部队不一样 特种部队都是这种特殊装备 特种部队3000个人 要闯入北韩去营救人质 结果在边境遇到北韩的国防军 就是人民军 当场驳火以后 听说死了800多人 所以习近平才会调重兵到边界 是这个原因 如果这样的推论属实 那中朝不排除有可能会引爆战争 已经进入 这等于是进入开战状态 所以显示其实习近平和经纪人之间 不见的关系像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麻烦 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冲突的 但是你说中朝引爆战争 这仍然是难以想象 因为过去他们是兄弟之邦 如果金正恩真的是中国毒杀的 那事情很大条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教授有谈到了 您刚刚所谈到的 下令了3000特种部队进行了北韩 进入了北韩为了要抢救人质 没有想到边境部署的正规部队 所以双方交火 中共打死了800多人 习近平就派出了78以及79军团 分别由黑龙江省和捷银省南下 到中朝边境的丹东地区 同时整个78 79加起来 总共排出了30万人的部队 所以您特别点名 中共北韩可能开打 这样的可能性 是不是再帮我们抽丝拨检来分析一下 以他们过去的关系 真的有可能打仗吗 好的 这是这样子 如果北韩内部 在后进政恩的时代 出现权力交接出现问题 可能北韩自己会有内战 如果假设万一 这个权力交接出问题 真的有内战或者有动乱的话 那么中共必须预防大量难民 涌入东北地区 它必须受阻止 是 防内民潮 或者如果将来北韩出现 这个不是亲中 而是亲美的政权 那中共可能必须派军队介入 来扶植一个亲中的政权 当然这样的政权叫做傀儡政权 所以必要时可能必须介入北韩 就是如果北韩内部有状况 严重到必须介入的话 那这个可能性也被美军了解 所以美军也在南韩 就是朝鲜半岛周边 加派军事部署 就是预 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如果北韩真的出现问题的话 动荡的话 南韩跟美军有可能 激用这个机会 去处理掉北韩的核子设施 跟长城飞弹的发射基地 然后来解决朝鲜半岛 这个去核化这个事情 所以中共要预防南韩跟北韩偷袭 就是强行进入北韩去处理这个 无核化 推动无核化这个事情 那这个东西本来美国就要做 要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所以中共要预防很多可能性 必须摆出重兵 至少威慑一下 摆出这个下阻力量 那万一事情逼得很急的时候 也说不定就是跨过边界 进入北韩 进行干预 我们回来看 那金正恩的生死之谜 现在仍然扑朔迷了 再度被拍到了照片 拍到了他的专属列车 学航最近大家非常关心 他的专属列车 这辆专属列车 其实停在那里一段时间了 但据说车头的方向改了 特别讲的是 你最容易抓到金正恩的 这个来去的行踪 除了他身边李学祖金宇正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确认 所以金正恩专列 就变成很重要 判断他可能行踪的一个来源 但最近大概我想外国情报机构 除了有内线之外 大概只能靠两个 一个是原山码头有游艇 是金正恩的专属游艇 另外一个就是金正恩的专列 最近三次被拍到 停在这一个原山的领导专用车站 也就是这个车站不是给一般人上架的 是只有金正恩要出访的时候 或是在国内巡视的时候 才会登入的时候 这个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专列在动 到底是金正恩人在这 还是为了让卫星看到 做一个掩护的动作 就刻意混淆试听 因为我们坦白说 这个两个都要讲 第一个专列本身在移动 可是没有任何的情报 拍到金正恩上下车 或者他的那一台防弹车 能够上下或在附近运作 第二个最近就这么巧 在大家都说金正恩神隐 这么久的时候 忽然间原山码头的游艇 又开始出航 以前过去有17次 从2016年到现在 原山码头的这个私人游艇 只有17次移动 中间有11次是金正恩在原山 他可能想要出海去看海 所以游艇有动 但中间也有6次 他根本人不在国内 所以这个游艇也在动 车也在动 到底是为了拖延时间 还是金正恩真的 消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却在这边饮酒作乐 出海观光 到目前为止 没有确定的答案 总之拍来拍去 就是没拍到人 我们回来看这是他的游艇 游艇据说被拍到 确实移动了 我们再回来看他的专利 他的专利连续几天都被拍到 刚刚学院也谈到 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是为了混淆视听呢 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只要被拍到金正恩的专利 他就移动 通常他就立刻移动 对 但这一次好像是刻意摆在那里 让你拍到 而且刻意稍微动一下 让你觉得 是不是金正恩有出入的可能 所以这是他的专利 但车头不知道放在哪里 所以他确实被移动了 所以我们回来谈他的专利 专利很神秘 专利不只神秘 目前他的内装 只有一次 因为他访问中国的时候 公开让你拍到 第一个 这个专利 基本上是刀枪不入 武林口径的机枪打不穿 里面有像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金正恩比较瘦的时候 有这个白色的战情室 让大家开会 那如果要接待外宾 或者是有别的用途的时候 有粉红色少女心的沙发 你没想到全世界仅存的 少数独裁者里面有这么漂亮 这么可爱 然后领导们坐在上面 看起来好像坐在这个 Hello Kitty的沙发里面一样 而且因为有这个金正恩 其实本身也蛮这个从日的 他其实喜欢吃日本菜 所以当年曾经做过他厨师的日本人 曾经说过说 我当时帮他做菜 我有目睹到一些很荒淫的状况 荒淫是什么 绝对的权力一定带来绝对的腐败 你想想看这个专列 可以用60公里的速度 在全这个北韩境内 甚至要到中国 甚至俄罗斯访问的时候都开它 那请问 但是60公里很慢 因为它太重了 对不起 它很重吗 我们这样讲 第一个 你是说金正恩很重 还是车子很重 不是金正恩一个重 还不会开得慢 第一个 它全部都是防弹钢板 所以子弹打不穿 但车就变很重 第二个 车上还可以装它的防弹车 它那个防弹车 大概两吨重左右 整部车吗 对 整部车放进去 因为那个是拿来紧急逃难用的 就万一你的列车被发现 卡在路中央 马上最后一节车一打开 防弹车就开走了 这是它的脱逃用的策略 但为什么开那么慢 当然也有别的原因 就是预防万一说 这个震荡 摇动 让领导人觉得不舒服 所以有种种原因 这一个车内部极尽奢华之能事 但我们要讲的是 刚讲的这一个 我们说的日本厨师 他有特别说 又回来淫乱了 又回来淫乱了 因为讲完安全 保暖私盈欲 吃了菜之后 他说他亲眼目睹到 这个金正恩跟他爸爸一样 曾经筹组了一个欢乐组 欢乐组说 听起来我们上次讲过 其实就是后宫 但这些后宫公开表演机会少 私底下针对领导人 表演的机会多 他还把它分成什么 满足组 幸福组 歌舞组 满足组就是很直接 提供性方面的服务 就是如果长官要灵性你 那就是你来负责 然后幸福组 就真的还真的很幸福 就是帮你抓拢 抓按摩一下 这个按摩肩膀 不是抓拢 不好意思 那个帮你按摩 然后帮你按脚 那歌舞组呢 就是像你现在看到 就是你唱歌比较好听 跳舞声段也比较好 要提供就是 除了你现在画面上看到之外 还要进一步提供脱衣舞的服务 但是北韩王朝改朝换代的时候 欢乐组曾经一度解散过 可是到了金正恩 后来又重组的时候 他的喜好跟他爸爸还不一样 他喜好就比阿关再高一点点的妹 也不用太高 但高一点点 然后脸小额蛋脸是东方面口 他就觉得很好 那么他喜欢的比我高很多 因为据说他喜欢的到170 到170 我一直以为你有170 可能是气势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整个金正恩的后宫 就是欢乐组 其实改朝换代 就以前记不记得就像皇帝一样 旧的宫女就打发你 发钱然后请你走 就是白头宫女化当年 到一般民间去 但金正恩重新选的 就是要符合他的标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随时配合他 24小时想要临性 你都不要配合最高领导人 所以据说 其实在北韩有很多家庭 不喜欢女孩子被选入欢乐族 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脸画花 避免入宫 那么回来谈 金正恩如果病危或揍事 大家最关心的仍然是他的权力 到底怎么样交接 到底他的接班情况是如何 美国媒体惊爆 金正恩脑出血失去了语言能力 好这是美国媒体说的 欢迎来也就是说他现在是病危 但还没有过世 他说他的军政大权 现在做了转移 军权的部分交给了叔叔 政权的部分交给了妹妹 教授可能性高吗 这个是一种类似企业界 叫共同执行长 这个概念 共同执行长 对 花旗银行跟旅行者集团诟病的时候 当年也是出现双执行长 就是共同执行长的概念 两年后的话才定于一尊 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 这个有可能吗 在这样的极权国家 北韩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盒子按钮 谁来控制 他的灰弹发射 一定是金正恩下令才能够做 所以到时候 灰弹四射谁来决定 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安排 我们不知道 但川普说 很快的就会有答案了 我们回来看 Dell Jones大涨了超过500点 最主要的利多消息是来自于 瑞德西韦传出有效而且成功 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且成功 我们都会再来请教潘老师 但除此之外 迪士尼也是盘面的焦点 过去我们经常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才走 但现在据说 如果你要做股票呢 要开始粉香思考 要找人多会去的股票 对啊 所以这个变化非常的快速 不过讲一下美国的道琼昨天是大涨了500点 那占上了季线 季线就是生死线 所以美国股市又活过来了 不过我们看一下道琼的成功股 结果美国运通涨了9% 然后Visa也涨了6% 为什么 人又出来大家又拿信用卡又在那边刷卡 消灭了嘛 这都是人多概念股吗 对 再过来迪士尼也涨了5.7% 说到迪士尼 你看一下迪士尼的这个股价 迪士尼的市值2000多亿美金 这是蛮大型的一个公司 这一波跌下来跌了多少 跌了46% 全球六大热源紧急就把它关闭了 那关闭了以后还不打紧 10万名的员工放无薪价 但是我们又回来再看一下 迪士尼的股价 这一波从它的最低点到现在 静悄悄的已经大涨了40% 所以迪士尼这档股票 就被大家看成全球在疫情获得控制之后 重启经济 人潮聚起来 消费一个指标性的公司 就是Reset的指标股 解封指标股 特别是在今天的好消息是 据说NBA有望复赛 考虑的地点竟然选迪士尼 对 那迪士尼如何重新把人潮进来 听说要用两招 第一个 因为NBA也没打了嘛 但本季的这个球赛他没有打完嘛 那你想想想有一个地方 有足够的旅馆让球员住 然后又可以有篮球可以打 然后这个球员彼此之间要隔离 那想想只有一个地方 现在那个地方全部关起来都没有人 迪士尼乐园 所以安排了这个NBA 这个在迪士尼继续的开大 到时候你看到米奇跟米尼在旁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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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觉得奇怪 但是说NBA老实讲这个不能停 因为光是去年在中国就8亿人来看 全球20亿到30亿人来看 结果NBA没有打球了以后 整个运动 鞋子 胡适的产业 全部都很惨 所以赶快把它恢复 第二招 他整被重现了1950年 有一部电影叫仙女奇远 那仙女奇远里面这个灰姑娘的城堡 现在要把它这个重现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去迪士尼的模范王国画 看到的都是走德国风格的 睡美人的城堡 那现在的灰姑娘城堡 它现在亮相了以后 所以关不清楚灰姑娘的城堡 跟睡美人的城堡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不太懂了 但是现场的时候 那个灯关晚上一打 感觉就出来 那个现在要亮相的 灰姑娘的城堡是 画室的浪漫的气息 总是你要制造一个话题 要不然人家到时候去 迪士尼你拿什么 对 但是呢 这一次迪士尼最惨的是什么 那10万名的员工放无薪假 为什么 他把这些基层的员工 放无薪假的话 他一个月可以省掉5亿美金 就151台币的支出 结果大家很生气 你的高层奖金红利股息 结果花了15亿美金 450亿台币 砍基层的员工 结果这个高层领那么多 而且还能说叫这个基层员工 广告无薪假还要做功德 什么做功德 他敦亲木铃在佛罗里达 这个乐园旁边 还去送食物给邻居 给医疗设备给邻居 这个叫敦亲木铃是好事 但是你最基本的让员工 现在是没有收入 所以他们第三代的这个继承人 这个叫做艾比盖 这个人老实讲还蛮有正义感 不过他的股份 他的主妇是创办的 他的股份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他没有在迪士尼 连一起董事都没有做 他在去年做一件事情 卧底 进去迪士尼加州的乐园 去调查一下 最后发现很愤怒 他说西欧一年的薪资报酬 是中位数员工的1400倍 吓死人了 结果基层员工怎么样 长期被压榨 又不是传出说他去卧底发现 竟然有基层员工捡垃圾 从这种事情就把他爆出来 所以这个盖尔 就在这个推特里面花了25折 一直在骂这些高层的 甚至用一些说他差的搞什么 就骂张话了 他说你们这些高层不要领这些奖金 不要领这些股息的话 这些十万名的基层员工的话 有三个月的工资 不过话说回来台版的迪士尼 凸凸啦 台版也有迪士尼吗 也有人多概念股吗 迪士尼的意思就是 大家重新就走出来来消贵 解封行情 就我们看一下 1968这个国道 1968 我跟你说 不知道一个APP 可以这样出来 被所有人骂个错误 骂翻了 这种APP你要把它制作出来 也不简单 你制作出来每个人都骂 警示人潮 结果人家说阿飘 你看这个地方是台南的同安夜市 他们说人家礼拜是修饰的 你说人家人很多 但人家修饰 凌晨一点 什么人潮越多 这个动物园更好笑 凌晨一点谁去动物园 竟然他警示人潮涌紧 对啊 只有动物嘛 对不对 凌晨一点有人潮涌紧的可能吗 凌晨一点三峡文化路的商圈 文化路商圈也人潮涌紧吗 还有你看 这个六湖村的这个主题乐园 已经封起来了 封起来之后他还说人潮越多 对 我觉得1968 超不准 真的要好好检讨 为什么 今天台北股市涨200多钱 有一支大型的股票 还跌 好 就是这个 就提供这个 就是这家公司 中华电信 因为被骂翻的1968 资料来源就是来自于中华电信 所以台股在间大涨 中华电信 并没有反映解封行情 中华电今天还跌 你知道他这个月 四月份 人家台股涨了1200点 大家都要很开心的反弹 中华电信 这个月只涨2块 只有涨不到2% 照理说 他也是宅经济概念股 但是你提供了1968这个APP的大数据 你都不对 这个数据不对 我告诉你就是烂数据 所以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要好好检讨 因为明天马上五一 这个假期了 台湾已经连续五天零确诊 是不是要适度的 有样的一个指标 告诉大家哪里可以去 当然你可以基于疫情的考量 你要管制 但是你也不能做得这么离谱 所以交通委员会他说 你这个没有做好以前 给我 不准上线 你这个乱警示以后 反而让台湾的经济更差 好 那悬果的方向是不是 看美国的迪士尼 看美国的运通 我们从人多概念去选呢 对 我们先看一下 也许这个月我们是宅经济 会不会到下个月五月份 出来玩成为一个重点 我给各位看美国股市 这一波最厉害的 我们讲了N次的LUN LUN 我们看LUN的这一档个股的话 跌了 开始跌了 所以开始要走出 我们直接看它的K线 开始要走出家门 今年已经涨了两倍 在这个地方开始有这个 做头的情况 台湾也有这种股票 原战 它也是做这个网路的视讯 你看 今天也跌 也跌了 然后你看它这一波 这一波已经涨多少 涨一倍 但是这个高点没有过前高 所以要注意了 但是马上今天晚上 这个盘头美国的 苹果要公布财报 但很可惜我们明天没有交易 但是苹果现在脚人出来的时候 应该成长性最大的不是iPhone 因为没有5G iPhone 是它那个耳机AirPods 所以我们看一下大陆的股市的力讯精密 因为组装都是它做的 我们看一下力讯精密 现在今天是涨2.6% 但是它的美国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股价最近开始强攻 连四红 这个股价距离它的历史最高点不到4% 大陆的所有科技股这一档最强 然后台湾的组装相关的零组件 我们看一下 今天有一档股票亮灯涨停 康控K1 虽然它对上半点的看法 还有点保守 但是不晓得怎么样 今天就出现涨停板 它是AirPods 那另外一个力讯的子公司 其实是这个宣得我们来看它的股价 今天也表现不错3%多 而且慢慢的股价也缓步的 这个地方也站上了季线了 走出加门概念股 人多概念股 不过美股之所以能够大涨超过500点 一方面是反映解封行情 另外一方面反映的是 瑞德西伟传出好消息 所以我们看到瑞德西伟报加音 让美股包括电子盘都出现大闸 瑞德西伟的连床试验结果 是真的已经公布了吗 瑞德西伟的康复速度 据说快了 比没有吃瑞德西伟的人 快了31% 所以请教一下谭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了 试验有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据说这次很可能 即将公布出来的报告是 第三期的人体试验 但还没有公布 美国政府自己 把人家泄露了口风 公司 哎呀 消息不错 这个应该是很有效 所以事就先反映了 是的 这是在4月29号早上 吉利德公司收到全世界 收回来的实验数据 第三期临床实验的数据 它这个是全世界的吗 全世界收回来的 总共有1063名的病人的数据 然后他发现 看起来效果不错 所以他就自己先讲说 哎呀 我们现在incoming的data 这个效果非常好 我们很兴奋 然后这是公司讲的 然后这个佛奇是美国国家 叫做过敏级传染病研究院院长 他又把他大嘴巴炫裁一下 他也不是大嘴巴 他觉得他有这个义务 要告诉大家好消息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因为在好几十年前 他第一个发现这个抗艾滋病的药 也是看到这种数据他很兴奋 所以好多年来没这么兴奋过了 所以告诉大家说呢 他看到这个好消息 他看到的好消息呢 所以其实报告还没有 明确的报告还没有公布 完全没有公布 而且可能 只是透露出这样的红箱 对 而且那英文是写说 这个data要在next the coming weeks 那个weeks还有一个s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还不是下礼拜 还不知道是下下礼拜还是下礼拜 那但没关系 那但是佛奇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他说1063个病人里面 他可以看到就给药主 这就是给药主 那么平均康复时间是11天 没有给药主 平均康复时间是15天 看起来是速度有快一些 但是民众比较在乎的是死亡率 其实我早几天康复 晚几天康复 只要康复大家不会太在乎 但是死亡率大概就比较接近了 就是给药主大概是8% 然后这个对药主11.6% 是稍微好一点点 稍微好一点点 那这个是轻症重症还是微重症呢 他这全部包括在内 所以就是说现在目前 我看不到实验数据 看不到细节 对 没有看到细节 那他这个是1063人所有的 但是我想佛奇 因为我们对佛奇很尊敬 因为佛奇一直是站在川普旁边 告诉川普不要乱讲话的 一下川普说什么打漂白水 结果美国有三十几个人送急诊室 然后一下子说吃那个什么 奎宁 然后一对夫妇一个死一个重伤 所以现在全美国人调查 听说百分之九十几的美国人说 不要相信川普讲的话 有民调 九十几%说不相信他 现在有轻症 中症 有重症 有微重症 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不给任何的药 目前就会全部就会好了 所以那这些人还需要用药吗 显然不需要 对不对 因为你本来就会好的用这个药 那么大的副作用 现在目前的副作用包括便秘 血小板低下 然后白蛋白低下 还有贫血等等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都是对肝脏肾脏的毒性 都很大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轻症会好的不要用 所以现在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是 谁需要用药 应该是重症 好 那重症需要用 那轻症不需要用的话 那以后的实验应该要集中在重症 而不应该去做 所以重症组的实验报告才是 我觉得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轻症会转重症 那我们并不清楚 谁会突然间转重症 因为你轻症如果转重症 他可能就命危 那但是现在又发现说 给药的时候可能越早给越好 也就是在病毒没有很多的 他就不会转重症 对 那但是问题是 你又不知道谁会转重症 所以到底怎么给法 也是一个关键 那另外就是 刚刚我讲说有两个报告 一个报告是中国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打击很大 就是效果不是很明确 第二个是他 也是他自己公布就说 他们发现说给药5天就可以了 不用给到10天 目前他所有的研究都是给药10天 可是他又自己公布了一个实验说 其实给药5天就可以 如果假设给药5天就可以的话 其实副作用可以大大的降低 所以那是不是以后 我们对于这些病人 其实只要给药5天 不要给药10天 所以我跟你讲 整个来讲他其实还是非常混乱 到底谁要给 什么时候给 要给几天 对谁最有利 谁根本不用给 这些数据 我跟你讲可能还很久 所以最后的结果仍然要看 吉利德公司所公布出来 详细的报告和内容 但我们回来看 最近据说法匹拉尾也很红 甚至日本说 我可以送给很多国家 要送给38个国家法匹拉尾 所以解药大战 瑞德西韦法匹拉尾 到底谁才是这次 新冠肺炎的特杀药呢 我的感觉是来讲就是说 像这种对付流感的这种药 因为在市面上已经很久了 它是真的一个药 因为你刚刚讲的瑞德西韦 它还不是一个药 它是对抗所谓的 伊波拉病毒设计的药 当时伊波拉病毒的药 也还没有核准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多人用过 但是如果像法匹拉尾 或者像苏二 上次我讲到苏二的一个 阿比多这种抗流感的药物 已经用很久了 法匹拉尾用的还短 法匹拉尾才用了最近这几年 你像阿比多那个苏联的药 在大陆在苏联用 那用了几十年了 所以那种的副作用都非常的低 假设说 真如他们所讲的 你重症可以有六成改善 轻症有九成改善的话 那如果再加上它的副作用很低的话 你会用什么 法匹拉尾 当然了 就是如果 我举个例子 如果客流感有用 因为客流感大家都用很多 但现在客流感是没有用 但是如果客流感有用 大家就用客流感 因为没有什么副作用 感受上来讲 副作用很低 然后另外像日本 他自己做的这个有六成改善 九成改善 那在大陆做的 也是同样的有效 大陆现在公布出来的 法匹拉尾的效果 他们现在目前认为是七成改善 虽然没有 当然我不晓得 因为我看到那个文字 并没有分轻症重症 它是七成改善 所以显然看起来 日本人认为法匹拉尾有效 中国大陆也认为法匹拉尾有效 然后苏联跟大陆认为 阿比多尔的另外一个 抗流感的药物有效 所以现在看起来有三个药有效 就两个抗流感的 一个是对抗伊波拉病毒 原来的对抗艾滋病的已经 没人再讲了 有没有 一开始讲了 现在没有人再讲这个药 没有人再讲了 然后奎妮那个药 现在嘴巴大概也不提了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是这两个抗流感的 阿比多尔跟法匹拉尾 还有这个所谓的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可能副作用比较大一点 好 所以谈到疫苗谈到药 台湾可以说是 老师 十年磨一剑 我们这次防疫会成功 是我们超前部署 不只是在防疫上超前部署 口罩超前部署 据说在制药以及疫苗上 我们也超前部署 而且阻了国家队 对 没有错 这一次当然瑞德西韦的结果出来了 大家其实也都很高兴 不过其实 至少看起来是有效 像潘老师所说 怎么用是关键 没有错 而且其实现在的话 大家都风起云涌的要试试看 而且一定都已经从一些 已经安全性 然后已经可以进到 动物实验来做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叫做 就是老药新用 就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我们看到英国 英国其实Oxford 牛津大学 其实他也从 应该全球现在应该有上百种药在试 他们也有一个大规模的 大概2700个病患的 大规模的在做 可能要6月之后才会有结果出来 那但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瑞德西伟来看的话 那大家想想看 他如果都还在 这还在测试 还在等解盲 那这个时候一定是少量生产嘛 免得接下来药厂会亏损嘛 可是没有 这次状况不一样 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个产量已经加下去了 这个月底就已经可以做出 三万人份的药来了 然后年底前会抢百万人份的这个产量 所以他也超前部署了 对 他其实已经很超前部署 而且他这个超前部署 投下去的经费 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那万一解盲出来是没好 所以他应该是很乐观 所以他应该是有拿到政府的补助 对 他才会有做这样子 对 没有错 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到 其实大家都说了 我们可能是夏天整个疫情退烧 大概已经梦碎了 所以就全球来看的话 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是疫苗要出来 那疫苗的话 现在至少有89家在做疫苗 那这个最快的呢 最快就是大陆那边 那大家可能想说 因为他们其实疫情快 等于事情的发展快 所以其实他们康希诺公司 是目前全球最快的 已经进到人体的二期实验了 那不过也有人认为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释出太紧急 所以他用了这个紧急的方式 所以他是动物跟人体实验一起做 不然的话 其实没可能会这么快 那另外美国 其实有两个公司也很露脸 他们现在就是抢这个第二名 不过其实他们现在的话 也才在一起试验而已 那但是呢 我们再看回来 阿冠你刚才说的没错 我们有组台湾队 而且我们 我们也有疫苗制药国家 没有错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队 其实我们是铁三角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 这个一开始预防的疫苗 到发病的治疗 还有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病的快筛 我们这个铁三角 其实同步的 大家一起在做 来我们先看疫苗好了 那疫苗的话呢 现在当然有很多在做 但是其实现在呢 大家关注在哪一家 在高端这边 那高端的话呢 其实他是跟美国的NIH 就是跟美国的国卫院 跟美国国卫院合作 而且国卫院提供他 这个抗原 然后他现在其实 在跟美国合作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在这个 画面上面给大家看到 这个其实是他的这个 这个灵魂人物 就是总经理 然后陈总 那陈灿坚 陈总的话呢 陈灿坚 对 其实他很有趣 因为他以前在念 大家看他的学历 最下面竟然是台大心理系 心理系怎么来做药吗 对 结果他很有趣 因为他以前在念建宗的时候 他就想说 他一定会上台大医学系 那这套重也没问题 所以他只填两个志愿 台大医学系跟台大心理系 只填两个志愿 结果运气不好到心理系去了 不过其实 这么有自信 不过其实没关系 结果一学系没上之后 去念了心理系 那他现在转的 也是一样 这个药厂的灵魂人物 而且我们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说 他跟美国国务院合作 表示什么 表示他现在 一天要上两个班 台湾班跟美国班 因为他要 有时差的关系 对 他要马上跟美国的 很多单位联络 然后这个状况怎样 所以其实 TIPA型配这样三个月下去 我们希望陈总要好好保重 那另外的话 我们说到这个药 那当然大家刚刚讲到 最近是疫苗的部分 对 这是疫苗的部分 对 那这药的国家队呢 对 接下来的话 就是制药的部分 那制药的话 我们就谈到 刚刚还是顺着刚刚的 这个瑞德西韦 胆其大家想说 瑞德西韦 那不是美国的 这个吉亚公司吗 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们国内 我们国内的台药化学 还有这个台化生 其实我们已经能够 自己合成 而且都能够量产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跟大家看到这个台药化学 我们看他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就是这个陈正宇 对 那其实我们台湾其实在四五十年前 其实曾经流行过这个小儿麻痹 所以那个时候感染的人 现在长大了 就大概是我们这个陈董的这个年纪 他有小儿麻痹 他是1953年出生 对 那当然他其实 他也很坚强 他说他除了脚不方便 所以他有小麻痹 对 跟其他人都完全没有不同 然后其实他也很有意思 他那个时候也是建中 他也认为他要拼台大医学系 结果台大医学系没上 他竟然其他医学系不填 就填台大化学 然后台大药学 他就填台大药学 就一头栽进去之后 也是如鱼得水 后来还去这个UC San Francisco 继续攻读博士 然后还回来母系来当教授 结果他既然当教授 这个稳定的工作 竟然就把他辞掉了 然后就创了这个台药化学 所以台药化学 现在有能力合成瑞德西伟药 没有错 那当然了 当然是要授权 是 没错 其实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子发生 除非状况很严峻 我们用紧急授权 而且瑞德西伟又做不出来 不然的话 这个还是要经过人家授权才行 那另外的话 我们讲到 当然有这个上百种药在试 除了瑞德西伟 还有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强率奎宁 这个是小阴层经济参访的 对 其实没有错 没有错片给大家看 对 那这个蓄附的话 其实这个让台湾也很露脸 因为其实它的产量 是全球第二 这个强率奎宁的产量 其实非常厉害 那当然这个也有一点 配合到我们讲的 这也是个老药新用 因为它本来是 类峰湿性关节炎的原料 不过目前的话 暂时发现 它好像在新的肺炎的治疗上面 也是很OK 那但是我们讲到这个铁三角 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疫苗 对 药 还有快筛 现在快筛 那但是筛险 全世界各个方法 大家都在开发 最准的还是 我们节目一开始 就跟大家说的 还是要RT-PCR 最快还是要半天 如果大家意大利文在排队 你可能就要隔天才能够知道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就开始创了什么快筛 那快筛世纪现在 除了资建中研院 还有很多机构讲之外 现在我们就看到 这个台康生计 他们现在已经开发 出来了这个雏形了 而且他现在这个做法很有趣 它这个试纸 可以在鼻腔里面采样 因为它上面已经有 鼻腔吗 对 它已经有会抓 这个胎药检测的标的物的抗体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药品里面泡 接下来20分钟 结果就出来了 20分钟就出来了 对 快非常多 问题是它的准确率 准确率 对 我你这样问到就来了 快筛最麻烦的问题就是 但有几号就没有 两号 所以其实它现在希望 那个准确率可以拼到 那个60 就六成以上 就是比用猜的还准 猜的是五成 对 有没有 对 所以其实 你这样讲我会觉得 很没信心 不不 不要这样子想 因为其实快筛都是这样 而且其实快筛很重要 快筛本来就这样吗 对 快筛本来就这样 而且快筛下去之后的话 他可以先一步的把一些人 把他这个淘汰掉 就是说你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然后我是不是在排 这个核端检测来确误 至少他先找出有问题的人 对 没有错 也许会有一些漏网之鱼 对 没有错 但是有一个很大案 第一关先筛选出来 对 而且其实这一块的话 为什么我们特别要讲 这个国家队 虽然说我们挑了三个部分来讲 但是其实这一次 大家记取了20 这个就是SARS 那个时候2003年 十几年前的那个 的那个教训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蒙着头各做各的 各做各的 大家都要拼出头 大家都要讲第一 结果后来到最后 做了很多白宫 因为你做我也做太做 那结果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的话有一个平台 大家来整合 约都还没有钱 合作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大家这样 风风火火的下去的话 希望这三个铁三角 我们这样努力下去的话 这个疫情各个方面 来把它打击 我们刚刚谈到台湾市 十年某一届 所以在个股的部分怎么看 这个特别小心 我们当然很希望 要跟疫苗赶快出来 但是手上有这些股票的人 搞不好说最好不要出来 为什么 有一句话 买在期待 买在事实 这个要跟疫苗 跟手机不一样 三星 苹果 华为 手机各有拥护者 我只要疫苗 刚才潘老师也讲 现在89家 对不对 只要有一家研发成功疫苗 其他的88家 全部结束 对不对 是的也是 要这种东西 一定要第一个吃螃蟹 大陆讲话 就第一个吃螃蟹 可能会被螃蟹夹到 有风险 但是吃起来 最甜美 最后面统统死 统统死 所以来看 你看瑞德西韦 我们先看吉利德 因为吉利德 是让泽电美股大涨的关键 但是你看不出来 它涨了5%多 你仔细看它的K线 如果发货 怎么会收黑K 民政局有压力 这个报告恐怕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是这样 这样 何消息又涨了 何消息又下来了 何消息又涨了 何消息又下来了 他起5% 我们两个 我们两家 刚才潘老师讲的 那两家 做它研掉要掌停板 怎么会这样 吉利德起5% 我们起10% 我们来看一下那两家 台药 台药今天说到掌停板 你直接看K线 我告诉你 这边29块就一路涨 买在期待 你给吉利德合作 你有机会 不然你实现 我告诉你 刚才潘教授有讲过 全球倒是多少人用 你那时候 你生产出来的时候 只有1000个人用 然后大家算这1000个人 你赚多少钱 发现没担那么多 过分就开始了 中华生 今天一开盘就亮灯掌停了 对啊 所以他有可能都赚到面子 不计赚到理智 期待的时候以为很有理智 但是变事实了以后 就只有面子 所以追高风险高 对 你要注意 那讲到那些疫苗 你看那个高端疫苗 那更可怕 不过今天不太涨了 今天不太涨了 来看日K线 创新高了 金银已经 29 涨到58.4了 对 那最好有保卧 他是全球89家的那第一家 他假如第三家 他只要第二家都没用 都没有用 只要第二家也没有用 所以国光森更不用讲 国光森的话 今天股价也不太涨 只有小涨 不过这一段他已经不太涨 大家也知道说 可能他已经在89家里面 已经排到第几名了